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3月22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洪艳仪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言割部 執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fi 早上 我看到美股三大指数 星期四又再破定 道指曾经逼近四万关 但中概股是偏远的 行指期收跌过百点 稍后Rafi也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即是外围 以至港股最新的市况 和焦点业绩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键到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维持今年减息三次的预测 市场重演乐观情绪 道指高开之后一度升了376点 高见398889点 纳指升幅曾经达到1% 标指曾经升0.7% 再创新高 道指收市升269点 报397881点 纳指升32点 报16401点 标指升16点 报5241点 美股指数强细 升穿104关 日元一度反弹0.6% 瑞士央行突然减息0.25厘 瑞士法郎应声下挫 英伦银行以息维持利率不变 英镑一度回落1% 金价曾经突破2,220美元 创新高 招点美股 苹果租到美国司法部起诉垄断 股价逆市跌4% 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创造去年8月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 Tesla跌1.6% Google跌0.8% NVIDIA一度升超过2% 收市仍衍升大约1% 晶片商美光科技业绩理想股价急升1.4% 焦点中概股和ADR表现 马腾讯只宣布288.14元 比本港收市价低1% 网易美团百度跌超过1% 阿里巴巴跌0.5% 京东比港股跌3% 折算布105.79元 汇丰控股ADR折算布61.79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1.5% 友邦跌1% 车股收压 为小里跌超过2%至8% 接着看今早外来市况 马亚太区股市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市升0.4% 日经平均指数409887.4-172 南韩股市升0.2% 新西兰也升0.47% 澳洲市偏远跌跌0.4% 接着看恒指黑期 回远跌跌超过8点 先和Rafi谈谈外围 联署议息之后 大家好像比想像中偏夹少少 减息三次的预期仍然是继续 好像看到昨天也不止美股 日股台股 環球的气氛都不错 市场的情绪似乎都乐观 美股也升了 美股美股也升了 所以如果从走势来计算 我想短期 向上的格局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但只不过问到我的看法来计算 始终到这些位置 都会相对审慎少少 或者是一步一步去看会比较好些 因为譬如你说真的 这两晚的市场没错 再夹上去美股 像你所说 炒住联储局议息的结果 大家觉得是夹 但其实结果 大家对市场解读觉得是夹 但实际内容来说 我觉得是硬的 其实不是夹得那么紧要 因为其实今次 如果你看那个储局议息的结果 一来其实点阵图 虽然最终埋单计 今年还是预减三次 没有改变 但其实要看点 跟上一次的点阵图 其实是变得多 其实这个是反映局内的 那些委员 其实也有很大的转变 看法 只不过没有移动到最终的结果 那以来就是 为什么说都是硬呢 因为其实今次 除了你说的议息结果 是多少多少不变之外 点阵图之外 其实它是有公布了 就是对于可能经济增长 通胀率的预期 其实两者都是上调了 特别通胀率其实上调了 其实反映上 理论上是要减少一点 所以这件事来计 即是理论上要减少一点 对 所以理论上来说 其实是减少一点 但是 幸好 一例刚才提到的 就是那个点阵图的结果 没有移动 因为本身出议息结果之前 来计算 市场曾经有价格 是减少过三次的 缩少过柱局 其实有在估计 柱局是不是今次会移动 点阵图呢 你可以说结果没有移动 那这个就夹了一点 所以我想借着这一点 令市场再推上去 所以 你说暂时来说的看法 当然我又觉得 很难说拗紧 突然间今晚或者 未来很大的调整 先说气氛 所有东西还很强 但是始终我觉得 去到这些位置 暂时又见不到 有什么很大的新的趣法 即是 譬如你意识 又基本上 初步都陈开落定了 即 虽然未来 我想继续要盲 会不会改变的 这个是随时 即是假设一旦又变回 再硬一点的话 其实市场是有 跳投的压力在 即是我想继续来看着 那以来 叶姐也出了 那变成 我觉得实际来说 暂时又没有太多的 左右胜注 所以如果你说 除非短时间里面 有其他 叫做吸到钱的地方 否则的话 其实可能 美股还是偏强些位置 但是始终 现在我想 整体的部署上说 其实有点尴尬 就是你有货 只要保持住 因为情况势是强的 那你无论指数 或者所有的 其实整体大部分 都是一个向上格局为主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 其实这个也是很尴尬的 就是有没有理由 去到现在 说真的到至少四万点 才来入场 这个我觉得 有点很难搞的 所以变相 仍然都是这么分化 有就继续有 没有就继续 可能没有了 变相这个格局上 我想短线来说 没有太大改变先 是 对 美股 日股也这么强 追悠不是 不追 不是 港股什么时候才可以 这么强 特别看港股上的表现 等会继续谈谈 港股 看到昨天也有跟着外围 行指 过去219点之后 升幅曾经扩大到430点 高位建16973点 全日升320点 收报16863点 成交额1180亿 科指升0.9% 报3582点 腾讯业绩之后升0.8% 外首业绩之后跌近2% 美团放榜前值升近4% 顺亦在业绩之后跌至超过1×三 租到阿里股货的高 education 跌超过6% 北水培勞 北水都继续正流入 昨天吸资47.7亿 光顾方面 北水主要流入腾讯 今天录得16.82万 准流入 继续跟Robbie聊聊港股 刚才说到联储局市场解读是意外宽松一点 湘环强股市也好 港股星期四也跟升到逼近万七关 但刚才也看到夜期也好 黑期也回回 不知是否今天也未必能跟升到 但怎样看近期港股的强势 可否延续到第二季呢? 看什么关键呢? 其实港股暂时的看法也不会太悲观 因为过去一两个星期也有说过 明显地整个气氛是不同的 例如追的板块 过去两三个星期 大家追的风景位纳上率较高的板块 例如科技类、萝水消费类等 这些也有炒过 与一月份开始上来的那一转是不同的 这是第一点 但我想始终到这位 真的要再等一些新的趋势 因为始终港股虽然没有人家四万点这么高 我们跟四万点很大距离 但也由一月刚才提到的低位14794 其实上海岛暂时 今个月的高位17214 其实也有两千多点的升势 其实这一阵也不是少的 所以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在一个不上落格局 反复为主 去等待有没有多一些新的趋势 还有因为未来 除了外围因素 或者内地的政策因素 继续观望之外 那港股仍然在经历业绩期 特别在过来的一个星期 去到深月美之前 其实有很多重磅东西会出的 因为相信也一定会说的 比如昨天也有几只大的出了 比如今天也有了 美团 下个星期到月底 那些中资金融类就一直出了 对了 例牌也是这些 所以可能要再看这些因素 所以看看对于港股 究竟之后如何继续去影响 我认为短线来说 未算太差 但未有再进步突破的力量 所以要走着一个阶段 我认为短期来计算 如果计算上去看 100天线是一个所谓分水币 16600那些位附近 如果站在100天线楼上 可能靠近166到172那些位 如果跌穿100天线楼下 就可能靠近50天线的位置 161那些位附近 所以如果大的阶段 就大概16100到17200 大概1100到1000点左右 这些是做上落 我想要等哪一边有明显的突破 到时的方向才会再明显到一些 是 你刚才提到焦点的重磅股 这几天都是白板生出业绩 我们先讲一下 大家要关注941宗移动 上市收市后公布的 简单说大数 营运收入过万亿 增加7.7% 顺利升5%到1318亿 人民币 Ibida升3.7% 抹期息每估2.4港元 增加超过8%